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 癌症新观点医学教育频道 今天是我们中西民意对话 谈抗癌保健之中的穴 第九期的播出 今天来继续 来跟各位报告的是 公孙穴的部分 公孙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穴道 好像大家以为说 公孙就是以前那个什么 类似像历史剧当中 什么公孙军师 公孙什么 公孙无策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 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名字 公孙这个穴其实是 公跟孙自辈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 互相的一个 有所谓的连带的关系 公孙穴其实它其实是 这个穴位它里面的去血物质 是跟皮土之间有关系 那为什么跟公孙有关系呢 基本上中医认为皮土是生 皮脏皮胃系统是生气血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所以公孙穴其实虽然是皮筋的药穴 但是它对于所谓的气血的所谓的生成 气血的一些生化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古时候就认为说 肝胎最重要的穴道就是公孙 我也把气血生化得好 让母亲的气血生化好 这个胎儿才有办法安得住 安胎还安得住 所以公孙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就是在中医股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目前科学越来越进步 安胎大概不太需要用公孙这个穴道 至于公孙穴对于我们爱友有什么样的帮忙 今天我们还是去先请康宇典医生来进行我们的中医 西医民医的对话 康宇典医生之前是台中总传统医学科的前任主持医师 见任前庭中医的执行长 我们今天来先来先请康宇典医生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 公孙穴对于爱友的帮忙的部分 那有请康宇典医生来跟我们做中医部分的介绍 有请康宇典医生 再来是安胎公孙穴 公孙穴其实我们在理种上稍微少用一点 一方面这个要脱鞋子比较麻烦 除非要躺着 另外就是这个穴位常常我们会用三印胶替代 因为它是皮筋的 也会用三印胶替代 公孙穴其实因为它是皮筋 皮筋它可以让水分的调节比较好 然后对于氧水的维持是比较好 所以有安胎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呢 它是在第一子骨 第一子骨的这个下缘 就是等于你脚最隆起的这个关节 第一我们从拇指外翻的这个关节的往后一点 往后大概一寸的地方 就是公孙 那其实我们常常去处理拇指外翻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搬这个大拇指 那其实就会刺激到公孙穴 那我们就是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怎么去搬那个大拇指 那这样事实上就会刺激到公孙穴 对这个公孙穴对这个拇指外翻有帮助 然后它事实上公孙穴这边顺了之后呢 也会让整个皮筋是比较顺畅的 那其实这个钛冲穴呢 不是在十种穴里面 但是刚刚提到这个公孙呢 跟钛冲他事实上在搬大拇指的时候可以一起刺激到 而且这个钛冲呢 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颌骨是相对的 就是这个是很有名的叫做开四关 好像身体的四个关卡 就是两个颌骨跟两个钛冲 常常你如果是有一些火气往上啊 头很痛啊 气往上冲的时候呢 我们会颌骨加钛冲 会让气往下降 然后也有止痛的效果 所以这钛冲你可以认识一下 就是类似颌骨的位置 然后它是在脚上面 这是钛冲穴 我们接下来介绍公孙穴 公孙穴 公孙穴呢 它也是跟三颜角一样是脾巾的 它也是走这个阴巾的前路 属太阴脾巾是走前路 那它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大拇指 拇指的这个边缘 一般很多人这边会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的后缘 找到这个大关节之后呢 一寸的地方 一寸就是一个横子 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是在这个骨 骨的下缘 所以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公孙的位置 那这个公孙呢 我们找到之后 当然也可以按压它 那事实上呢 我们常常用的一个方法 去治疗拇指外翻的方法呢 就是去扳这个大拇指 好 这个方法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扳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要去把这个大拇指把它扳 因为像呢 陈医师的这个是稍微往这边偏一点 那我们就先把它扳正 扳到 好 就是整个这样是往内翘 往内翘上来 先把它扳平 好 就是让它前后上下都是平的 然后这个指甲的地方要平的 所以先把它扳平之后呢 指甲也旋正 好 这样旋正 旋正这样 这样称一下 然后称的过程慢慢把力量放掉 慢慢把力量放掉 那这样子呢 慢慢去做呢 它一方面你也可以持继到公孙楦 一方面呢 也可以让拇指外翻改善 然后呢 因为这条经络呢 皮筋 那这边是干筋 都会让这个整个下肢的硬筋的系统 会比较放松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拇指外翻 如果改善 它整个脚的酸脏也会比较改善 那皮筋呢 是按胎供顺球 那皮筋对于湿气的调整 跟水分的调节是很重要 还有皮胃的功能 好 那我们扳脚趾头的方法就是这样 那扳到它有点放松之后再放掉 好 所以记得是要把它扳正 好 这样其实 尤其在躺在躺着 患者让它躺着 然后你去扳这个大拇指的时候 会很舒服 那很多患者搬一下 他就会很想睡觉 好 谢谢 最后两个穴道就是一个叫肝胎供顺球的供孙 供孙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穴道 意思就是说 它其实是承接了一些不同的地方的层次 供跟孙是指的不同倍 就是说它承受的这些气血的物 这个穴道承受了不同层次的一个能量的一个转送 所以叫做供孙穴 公孙穴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其实还蛮常用的 所以如果癌症病人有公孙能性消化不良 建议可以在公孙内关竹山里 可以阴灵犬这些皮筋、胃筋、心胞筋 所常用的穴道做一些按压 对于病人的这个有改善 肥癌病人化学治疗 公孙内关后吸 可以减少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 因为癌有常常见的头晕 公孙内关这样的组合 对病人也会有帮忙 公孙穴就如同我们之前在刚才跟各位所提到的 公孙穴是一个皮筋的药穴 我们有知道说中医的脾胃 其实跟我们西医的脾胃是不一样 它跟所谓的消化系统是很有关联性 所以举凡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 其实公孙穴是很有大的帮忙 然后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要想生病脾胃就要顾得好 所以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把先天之 后天的脾胃顾得好 基本上先天之精 包括所谓的一些所谓的胎儿的一些养育来说 基本上就会达到很好的帮忙 所以公孙穴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安胎很重要的药穴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现在这个科技进步 我们可能对公孙穴的见解应该要摆在说 其实它是一个脾胃 调整脾胃的很重要的药穴 当我们把脾胃顾得好 选择上我们的一些中医的所谓的肾脏也会顾得好 当皮和肾都顾得好了以后 其实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变得更好 身体的自律神经系统也会变得更好 所以公孙穴其实对我们的一些消化 呼吸自律神经系统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忙 所以公孙穴对癌穴来说 对一些常见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 以及一些便秘的状况 公孙穴都具有保健治疗的效果 今天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跟各位谈了一些公孙穴 在无论是中医跟西医的观点之间的一些见解 希望这些部分都对癌穴有很大的帮忙 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赏